而电动车事业对郭台铭无比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 则是牵涉到了男人的尊严问题 因为郭台铭必须要向他最恨的公司比亚迪复仇 本影片由啾啾时班独家赞助播出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按赞订阅分享和你的朋友一起看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Amy 我们最受欢迎的半导体争霸系列 现在要插出来一个新的系列了 因为上次我们做郭台铭急迈子光选总统的影片 获得热烈的回响 好多人都在影片下面问 郭董为什么会买子光又吐出来 他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么糗的事情呢 事实上郭台铭的处境正好就是现在美中科技大战 美中经济脱钩大戏里面一个最精彩的缩影 台商是这其中最尴尬的角色 因为在多年以来台商都是扮演像美国接丹 在中国生产的三角贸易枢纽 那台湾扮演的角色就是我们台湾生产优秀的零组件运到中国 那中国在用他们聪明勤劳的人力 把这些零组件组装起来成为像是手机电脑等等的终端产品 最后再卖到美国市场去 那这就是美中台的三角贸易 多年来台湾一直是为中国赚取美元的最重要角色 那中国对美出口前20大企业里面 其中有15家是台商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台湾依赖中国经济 是中国经济依赖台湾商人和台湾零组件 那好不容易中国社会现在也发现了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中国媒体的舆论声浪都是 不要让郭台铭跑了 然而就在不要让郭台铭跑了的激烈民族情绪之下 在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之下 最后郭台铭还是不得不把他7月才买下来的 紫光集团股份 当着全中国舆论的面前给吐了出来 美国拉你 中国扯你 在这一场美中世纪脱钩大战之中 台商就是那把勾住美国和中国的钩子 现在他们被扯得很痛 虽然大家都想要跑 可是却发现钩子就勾在自己的肉里跑起来真的很痛 郭台铭现在就是这个处境 今年2022年郑州富士康工厂的工人 因为害怕疫情而逃出工厂成为全球财经媒体的头条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郭台铭被架在火上烤了 富士康在广东深圳的龙滑场 在12年前的2010年也曾经出现过连续跳楼事件 那富士康到底是不是一家血汗工厂呢 当时引发了全中国网民的热议 这也给郭台铭带来很大的政治压力 在2017年的时候郭台铭的私人飞机的副驾驶 被深圳公安逮捕 当时也是全网关注的事件 那么这一次富士康郑州厂的员工大逃亡 工厂没有工人根本不能开工 郑州市政府就感到非常的担心 他们非常害怕停工的问题 因为河南河南省其实是中国著名的穷省 富士康如果跑了像河南这样的人口大省 他们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工 那郑州市政府呢 他其实是经不起富士康出问题的 那所以这次网路上就传出郑州市政府 到处去动员自己的基层公务员 号召共产党员和退伍军人都组织起来 他们还跑到大专院校里面去拉学生 只要能拉到人的组织 他们就想尽办法去拉壮丁 送进富士康上班 那郑州市政府无非也就是希望 富士康的产线能够不要断掉 可是呢即使他们已经尽力的动员 富士康还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今年11月呢 鸿海集团发布单月营收 跟去年11月相比呢 是减少了三成衰退29%之多 那郑州厂的事故呢 也就让苹果公司 让富士康最大的客户呢 iPhone的品牌商苹果公司 就产生了很大的疑虑 因为过去呢 富士康是苹果最重要的组装厂 可是呢 现在苹果公司呢 出了这件事情之后 他们就已经考虑要分散供应链了 那富士康的竞争对手 像是台湾的河硕集团 还有在中国呢 有小鸿海之称 他的创办人被称为 女版郭台铭的这个 中国力讯公司呢 他们这些竞争对手呢 都传出这一次可能会吃到 更多iPhone订单的消息 那就连鸿海集团自己呢 也不断在进行分散供应链的动作 因为苹果公司呢 也要求提高硬度的iPhone产量 那像是鸿海合硕伪创 这几家组装厂呢 他们都已经接到要增加在印度 投资的指令了 那鸿海更是传出呢 他要在印度增资子公司 5亿美元的消息 那他还要在印度的清奈城呢 是一个海港城 有点像印度的高雄啦 他要在这个清奈城呢 盖一个可以住6万名员工的 超级员工宿舍 鸿海集团投资中国30年 可是呢 他现在在中国的接单 要被美国客户分散供应链 他要被迫吐出订单 而在印度呢 他要加大投资 内拉外扯 不只是郭台铭 现在大部分的台商呢 都面临这样血淋淋的脱钩局面 因此对于郭台铭来说 他想要做好鸿海的下一个事业布局 在电动车的世代 能够掌握更多产业的主导权 那这就是他产业版图里面 很重要的下一步规划 郭台铭呢 为什么会选择入股紫光集团呢 就跟他的电动车平台 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紫光集团呢 旗下有自己的半导体制造厂 虽然跟我们台湾台积电 连电都不能相比差了一大姐 可是呢你要发展电动车的平台 你最好要能够掌握一部分车用电子的产能 你才能够保证你生产的能力嘛 所以呢之前郭台铭的策略呢 他在台湾在马来西亚在印度呢 他是都是去找合资的半导体公司 一起进军半导体产业 那在中国呢 他们则是向中了紫光集团 电动车会是鸿海集团 非常重要的下一步事业布局 一方面呢 是因为下一个世代 最大的IoT设备就是电动车 现在我们知道 智慧型手机的销售 已经停止成长 已经连续好几年 都在现在这个水准了 那接下来呢 真正大的换机潮 其实是会发生在电动车上面 那所以现在 非常多公司呢 都磨刀祸祸祸 想要发展电动车的事业 那未来呢 产业成长已经不能再倚靠手机了 所以呢 现在踏入电动车的这个厂商 有很多呢 都是过去的手机厂商 譬如说小米的电动车 还有鸿海的电动车平台 而电动车事业呢 对郭台铭无比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呢 则是牵涉到了男人的尊严问题啊 因为郭台铭必须要像他最恨的公司 比亚迪复仇 在今年第三季 2022年的第三季 中国电动车平台比亚迪公司 他的市占率呢 竟然做到了全球第一 踢走特斯拉 比亚迪的创办人王船福 他在股东会上就霸气表示 现在已经不是大鱼吃小鱼了 而是快鱼吃慢鱼 口气很大 他完全瞧不起特斯拉 然而在20年前 比亚迪的营业额 连富士康的百分之一都没有 这只小鱼呢 竟然又快又凶狠的 快速吃掉了富士康这只大鱼 成为中国第二的电子代工厂 现在呢 比亚迪更开始 基于全球电动车霸主的位置 这一切都让郭台铭很看不下去 在1997年的时候呢 王船福其实只是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角色 那跟已经雄霸台湾 电子五哥之首的鸿海集团 是根本不能相比 然后王船福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当时发现呢 做锂电池是一个利润丰厚的事业 但是呢 中国厂商当时只能跟 日本厂商进口锂电池 再搭配其他的零件组装起来 那获利非常微薄 就是做一个组装厂的工作 于是呢 王船福就想 真正赚大钱 那是那个电池那个生产线嘛 所以呢 他就远赴日本 他想要引进生产线到中国 可是呢 王船福到了日本当地却发现 哈 原来这个生产线很贵 他自己其实是买不起的 那一般人在这个时候呢 就觉得啊 我赖哈马想吃天鹅肉 这根本就是我做不起的生意呀 可能一般人在这种时候 就选择放弃了 但是王船福呢 他很神奇耶 他竟然将他眼睛看到的 这个生产线就记下来 然后他回去以后呢 就拆解成一个一个 用人力取代的工序 那其中如果有 无法用人力取代的工序呢 他就开始想办法自行研发设备 想办法呢 怎么样就是用人工 和他自己发明出来 简陋了设备呢 想办法加以取代 就在这样的土法炼钢之下 竟然真的让王船福炼出了 超廉价的锂电池 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呢 日上一颗锂电池的报价 至少是要一颗8美元 但是呢 比亚迪却可以压到2.5美元 这么有破坏性 有中国特色的低廉价格 那这么有竞争力的价格呢 就直接让比亚迪成为 Motorola Sony Ericsson 松下金磁 菲利普 以及一众台湾和中国厂商的 电池供应商 这种竞争力超强的电池供应商 富士康当然也不会错过 他们积极争取要跟比亚迪合作 但是呢 郭台铭他忘记一件事 他没有把日本厂商 被比亚迪搞到的教训放在心上 他不知道 王传福接下来会over他的巴底 踩在富士康的头上往上爬 2022年 比亚迪的董事长王传福 带队参观富士康深圳总部 双方兵主敬欢 郭台铭很开心 他以为得到了一个合作伙伴 没想到却是他噩梦的开始 王传福人前握握手 转头就挖角了富士康 400多名员工 甚至还成立了挖角办公室 专门对准富士康的技术人才 和管理人才 针对性的挖角 富士康做什么 比亚迪就跟着做什么 比亚迪不只抄袭了富士康的技术 他还破解了富士康的内部财务资料 拿到富士康的产品盈利资料 关键客户报价等等 非常机密 绝对机密的资料 那么比亚迪的定价策略 非常的奥妙 他刚刚好就比富士康便宜一点点 但是又刚刚好他可以盈利 所以富士康的客户就这样 被比亚迪给抢走了 郭台铭恨得牙痒痒 却苦无证据他布局了三年 才好不容易抓到了比亚迪的马脚 在2006年的时候 富士康的网络系统侦测到 有富士康的员工向比亚迪 发送了大量的系统文件 富士康立刻报警 那深圳法院呢 就前往了比亚迪办公室呢 查扣了电脑硬碟 证据显示呢 硬碟上面的文件呢 都有富士康的字样 以及富士康相关主管的签名 听起来是人赃巨货 比亚迪要倒大煤了 对吗 但是事实上正好相反 富士康一路从深圳告 到最高人民法院 提出了人民币 50亿元的天价赔偿 但是呢 并没有发挥效果 在2008年的时候 比亚迪发布公告 遭到富士康提告的 那一个前副总裁夏佐全呢 他在拘留后的第四天 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了 而另外两名呢 被法院判刑的两名员工 他们在定罪之前 已经和比亚迪解约从公司离职了 等于呢 就完全是员工 他个人的犯罪 和比亚迪整家公司 都没有关系 郭台铭看到这样的结果 他非常的不能接受 他说每一次东窗事发 比亚迪就要求犯罪人员删除证据 让员工来背黑锅 甚至还有匿名的富士康员工 对媒体表示呢 比亚迪对于规避法律责任 非常有一套 因为呢 比亚迪牵涉上的官司实在太多了 所以呢 他们在多年前就成立了一个 一百多人的 知识产权团队 这个团队主要是要负责什么呢 他们就是专门要负责 销毁证据的 而且呢 他们平常没有在销毁证据的时候呢 他们就在想办法要怎么样去 规避专利诉讼 郭台铭要跟王传福拼场 在中国那是人家的场子 郭董你在台湾再嚣张 你也斗不过地头蛇 因为王传福呢 他是深圳市人大常委 他对深圳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任免呢 王传福他有重要的投票权 他根本就可以影响法院 打官司上面 富士康根本不占优势 另外一方面 比亚迪是土生土长的深圳公司 当地法院呢 也会比较倾向中国公司的 你要在这个无印良品正牌日本公司 提告中国无印良品山寨公司呢 日本正牌公司 却会告输的这个法院系统里面 你想要在这样的法院系统打官司呢 你的影面是非常小的 可是呢 郭台铭的厄运还没完 在2008年底 一路抄袭到底的比亚迪 他竟然反江义军 他说呢 当初法院委托判定这些案件的专利鉴定中心呢 这些专利鉴定中心呢 其实都是伪造证据和收受贿赂的机构 鉴定中心的负责人呢 已经被公安机关逮捕了 而比亚迪的前员工呢 其实根本就是接受了富士康的贿赂 其实根本就是富士康在偷比亚迪的专利 是富士康在偷比亚迪的机密文件 而这个员工呢 也已经被公安机关逮捕了 比亚迪整个黑白颠倒 反江富士康义军 你是不是觉得很震惊呢 在台湾无往不利的鸿海法务 竟然在中国吃到这么大的一个吃鳖 但是呢 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 这是一个山寨公司 能够告赢正版公司的国度 这也不让人感到意外了 哇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呢 郭台铭真的是非常凶残的 他曾经把我一个朋友 在报社工作 非常资深的一个科技线记者呢 郭台铭就假扣压了他的薪水 让他好长一段时间 都拿不到他的薪水 郭董在台湾可以说是 非常的嚣张 可是我人到了北京 我在2009年不是住到了北京吗 我一路上听到同事 跟我讲这些事情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听到了什么 这怎么会是郭台铭呢 他在中国竟然是这样被人家欺负 被人家吃死死的 我真的是太震惊了 所以接下来郭台铭 展开了什么样的复仇行动呢 富士康和比亚迪的不解之渊 到了现在又有什么样的最新发展呢 这跟郭台铭 突出紫光集团股份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下一集再说 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 加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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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